我欢迎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话说 我在辽宁啊 这个 毒杆枝子 牡丹啊 这个是怎么了 现在呢 就是冷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光照不足 一般是这两个原因 他不需要经常的喷水 那枝子花在一块呢 一定要给出光照 没有光照 直接放弃 就不要考虑 你没有光照养不好 好吧 这是非常喜阳的一个植物 另外呢 有的话 我认为洗水就天天的浇水 这这那那的 他不是那么个事 好吧 另外的话就是多给出光照啊 通风一定要好一些 温度一定要在15度以上才会很哇塞的去生长 如果说温度低了的话就会不好的 好吧 这个就是由于长时间的一个水大 秋光通风畅 就会这个样子了 下一个臭宝 植物到了秋冬叶子发黄 不知道为啥 这不很重常吗 宝贝啊 你像好多的话 我不了解为什么植物会这个样子 你像我们北方这边 大家都会经常见到一些落叶 人的话不理他为什么会落叶 因为他只有把叶子落掉以后 才会把自己的营养集中精力的来生长一些根系 好吧 他为了 充足的去跃动 他会把所有的营养都缩出到枝干和根部 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会迎来一个爆发式的生长 而南方的就是四季长绿 一直慢悠悠的长 一直慢悠悠的长 所以说他不一样 这是 正常的一个东西 你像 北极熊什么的 他不都冬眠吗 这是一个常见的科学现象 像您这个的话也不排除是温度低的事哈 这个没办法 你温度低他就这样 这没什么办法 你 看一下就是相对的来说 咱们有些植物他比较耐寒的那个可以事外跃动的 你就让他正常跃动就行了 好吗 老板你好 我想请问这个绿天鹅融新叶子长得总有缺口 而且胶尖了 这个就是不舒展 一般的是因为咱们家里面的一个空气湿度 好吧 他是适当的可以给一点点光照 你像空气湿度过于干燥的话 他就长得不太舒展 因为这种阔叶类的植物呢 大多是在热带雨林或压热带雨林 那里面都很潮湖 在咱们家里的时候就很干燥 它长不到那么舒展 适当的给一些肥料 有时候可以偶尔喷一下水 尽量用纯净水 好的的话总用自来水 水碱会凝固到叶片上面 影响它 说吧 这个茶花花包还能开吗 不能开了啊 真的不能开了都变黑了坐标海南 我不是之前做过一个茶花的吗 我说咱们 是理一下他这么多花包 你想那都开的不可能你 留一些你感觉比较健壮的 不好了 那你全去掉就行了 好吧 一般 呃 像三亚也好 广东也好 您只要是空气湿度达不到那么ok啊 您要知道茶花茶花的叫三茶花 他都在山上 咱从底下往上看的时候是云 其实山上都是雾 就是在那种云里雾里的感觉 它才会长得很哇塞 如果说 空气很干燥 它就展不开 是吧 而且他那个外面的那层包衣会很硬 没有那个劲 拱不开 再说就算是开 它也是开得很慢 所以说呢 该苏蕾的要苏蕾 麻烦帮我看看小潘菩提最近都黄成这个样了 什么原因 还换两次盆 宝贝一次不够吗 家里边现在多少度啊 可能是冷了 像小潘菩提的话 一般低于5度就会大面积的落叶 我有一个都已经冻死了 因为我们这里面实在太冷 好吧 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没死 反正就是还是比较怕冷的 换盆一周啊 家里20度浇一次水 太阳底下晒半小时左右 像这个醋包 它这个问题就遇到的什么呢 这个就是水大 积水焖根 您要了解啊 就是一定要给它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好吧 并不是说换盆一周浇过一次水 知道了呢 您像我不知道不止一次的去跟大家说一些事 就是一定要等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你像有的话说我冬天了怎么办 冬天的话你可以适当的慢慢的 循序渐进的去浇 一天浇半杯 慢慢的感觉浇的能自定起来就停了 你可以这样循序渐进的来 好吧 浇水这一块还是需要修炼一下的 宝贝 这个就是有点水大的感觉了 别的问题不大 好了 今天养花你今天就简单到这了 觉得不错 今天点个赞 请养花问题呢 使命要留言 吃了话 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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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